累计发行量突破100万部 被称为下一部高人气作品的 2023年夏季动画的能干猫 今天也忧郁 以生活能力几乎为零的负责信赖 和家务完美照顾信赖的大黑猫 预计为中心的 闹剧在Pixos 获得了压倒性的人气 能干的猫 今天也忧郁的概要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 是山田羊的日常戏喜剧漫画作品 从2018年8月 开始在星期三的天狼星上连载 后来 因为在NikoNiko漫画 星期三的天狼星上大受欢迎 甚至在天狼星本刊上连载 漫画基本上是采用四格漫画的形式 但有时也会用普通的分镜的形式 该作品入为2019年8月举办的 2019年漫画大奖 2022年6月 奖谈社发售了优裕官方食谱 Book 玉籍饭 食谱书中收录了曾在作品中 登场的玉籍充满爱意的食谱 可以在线性来吃的津津有味的料理 在预约开始的时候 他登上了亚马逊人气排行榜的第二位 体现出了作品收到的高度关注 故事的主人公负责信来 虽然工作能力很强 但缺乏生活能力 家养的猫比一般的大 还能做家务 在黑猫玉籍的照顾下 过着和睦的生活 最常说的话是 只要有你有啤酒 就已经很幸福了 能干的猫 今天也忧郁地梗概故事 和懒散的女白领结交的猫 主人公信来是个很能干的OL 私生活懒散 别说家务 连基本的生活能力都缺乏 而在背后支持着信来的 是信来饲养的黑猫玉籍 玉籍比一般的猫都大 而且是会做家务的超级猫 玉籍喂信来做饭 打扫 甚至会给累得睡着的信来洗澡等 各种各样的照顾 信来明白自己生活的糟糕 感谢玉籍 过着享受玉籍做的美味米饭 和啤酒的生活 在信来上班的时候 玉籍会做家务 买东西 和邻居交流 玉籍也很享受生活 能干猫 今天也忧郁地登场人物 负责信来 本座主人公 办公室女性 玉籍的主人 在公司的营业部任职 工作全能 在公司的形象是 长相漂亮 工作能力优越 在处理文书工作时 会佩戴绿蓝光眼镜 她是肯干的女人 但生活废柴 从家务做饭到 美容保养这些繁琐日常 全靠玉籍一手包办 有时候 则会出现向玉籍请教 学习字里生活杂物 结果状况不断让玉籍伤透脑筋 甚至陷入恐慌的状况 意外的武力出众 喜欢玉籍制作的料理与羊羹 害怕蟑螂和幽灵鬼怪的相关事物 父母分别是职业棋手 与小提琴演奏家 受父母的名气 父母忙于工作 属于亲子交流的影响 遭受极度者欺凌 自幼因为父母的栽培 在多方领域有所涉猎 以至有小提琴 钢琴 游泳 降棋 空手道 绘画 网球 和气道等 但在参加比赛时 往往仅能获得第四名 与鼓励奖 尽管父母仍为其表现高兴 但因为过分在乎周围眼光 与担忧自己没有才能 而无法继续学习才艺 励志凭借自身才能工作 但在离开老家出社会后 遇见感到力不从心 故事开始的三年前 在下雪天发现 躲在公园场以下避寒的玉籍 将他捡回居住的公寓套房照顾 随着剧情进展 因为玉籍优秀的家务能力 时常被周遭人士误会 而极力掩饰有关玉籍的真相 同时拜玉籍所赐 认识许多人士 虽然在职场深受欢迎 但由于对恋爱情感 过于迟钝 回绝不少对象 反而意外 让其余被拒绝的人员 组成小团体 结识情感对象 时而开始思考 自己是否过度仰赖玉籍的问题 福泽玉籍 本作的另一核心角色 福泽信来从小养大的黑猫 和普通的猫不同 现在已经长成能两足行走 拥有庞大身躯 通小人化的特殊存在 家务万能 能在帮信来上班时 在家打理家务 故事开始的三年前 原本是只流浪幼猫 在反击下雪的日子 与信来相遇 被信来 捡回住处饲养 由于察觉信来自理生活的能力极差 一度尝试离家出走 但由于看见邻居梅太太 准备关门的瞬间 而立刻决定返家 加上感念信来尽力照顾她 为了照顾信来的生活 而进化成现在的模样 抱持要是比信来更富有的人士 成为新主人 会投靠新主人的想法 平时经常在内心独白吐槽 信来是废柴人类 同时对于信来 极差的生活打理能力 感到堪忧 平时出门时 会在背后贴一条拉链 假装是穿着布偶装 也会留意 不让自己的猫毛掉落在商家 若是需要接触 大量水分的家务场合 则会穿防水装 喜欢的食物是海苔 海阔鱼系偶像 UMYUC的粉丝 聪明的猫 今天也是忧郁的 黑猫寓急 为什么个头这么大 能干猫 今天也忧郁的招牌 黑猫寓急 为什么这么大呢 从结论来说 为了帮助四主信来 然后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化 寓急的主人信来 除了工作以外 完全没有生活能力 因为一个人生活太勉强了 寓急为了照顾主人 完成了从为了保护自己的食物的猫 到能够在生活上 支援信来的进化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的黑猫寓急 过去发生了什么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的故事 主要讲述了信来 和寓急的温馨日常 那么寓急和信来过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 寓急原本是一般猫尺寸的野猫 在冬天的某天 因为找不到食物和寒冷 而快要冻死和饿死的寓急 被信来偶然发现 并保护了起来 但是 信来也因为工作而疲惫不堪 一回家就昏倒在门口的程度 因为生活环境不好 为了避免两个人都倒下 寓急开始了做饭买东西做家务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动画的黑猫寓急 好像是为了适应和信来一起生活的生存环境 才变成了现在的尺寸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的黑猫寓急受欢迎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的信来和寓急的相遇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寓急为什么这么大了 那么 其他令人在意的是 信来周围的人们是如何看待黑猫寓急的 从结论来说 黑猫寓急在各种意义上都很受欢迎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的黑猫寓急 为什么很受欢迎 这次在动画能干猫 今天也忧郁中登场的角色 还有超市的店长 和在超市打工的人科里昂 超市的店长 是个彻头彻尾的爱猫人 只要寓急来买东西 他就一定会去打招呼 已经喜爱到了 考虑要不要把寓急挖来当员工的程度 信来的父母一开始也很困惑 但后来对寓急非常着迷 动画能干猫今天也忧郁的黑猫寓急 虽然来历不明 但总之很可爱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 街上的人们也以吉祥物的地位 来看待他的人很多 能干猫今天也忧郁的黑猫寓急 是穿着人偶服的可疑人物 今天忧郁的黑猫寓急 也很能干 我们已经知道 黑猫寓急很受欢迎了 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用善意的眼光看待寓急 在超市打工的人科里昂 认为超市的长客玉吉 是穿着玩偶服的人 觉得他很可疑 但是 任克里昂并不是完全用敌意的眼神 看着玉吉 只是单纯地厌倦了超市店长 过于喜爱玉吉的样子 并不是讨厌大的头黑猫玉吉 是 我 Moses 我